格尔,你有什么办法打开冰棺啊? 从外面打开啊,没有别的办法,不过不用担心,我有一种工具可以把冰棺完好无缺地打开,不会伤害到娘亲。 是什么工具啊? 就是这个,切割机。 楚金歌从空间里兑换了两把手质切割机,还是自动处电功能的,不用担心用电问题。 我们一起,迅速把冰棺切开,然后就可以把冰棺盖打开,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开口被冰封住,没有办法撬开。 真是太方便了,这种东西可以批量生产吗? 如果可以,他用切割机挖金矿,现在金矿很难开采。 藏群国有很多金矿,却没有办法开采,因为有些石头太硬了,挖草很难,但是有这个切割机就容易了,可以随意切个挖洞,这样就不用担心坍塌。 到时候再说吧,你想用我给你买棋吧,但批量生产不可能的。 好,那先开冰棺。 秦玄义心想不着急,他现在不缺钱用,不着急开采金矿。 两人一起行动,切割机果然可以,迅速切开冰棺。 要快,不然会迅速冰动,多抹几下。 楚情歌发现缺口越发,就越不容易被冻住,秦玄义都听他的指挥。 好。 外面吵得不可开交,自然没有关注里面的动静。 小五,是因为救我? 楚昊瞳孔一紧,脸色变得苍白难看,他始终都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小五才薄姓被算计失神给了长空。 是,因为当年我被黎光算计中了谷毒。 你也是,你是被秦闻心算计的,不过秦闻心是受黎光指使, 可以说,都是他在背后策划一切。 当时我神志不清,小五为了取我的血回去救你,才…… 小哥,可是,冰棺打开了? 嗯,已经打开了,你们可以进来了。 冰棺被打开,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里面的人,他身上仿佛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寒冰,像一个易碎娃娃,让人不敢轻易触碰。 现在怎么办,还能救醒他吗? 需要解冻,但又不能立刻离开冰棺。 我需要时间,不过可以肯定娘亲还活着。 需要把人带进空间里,众人听了心里都松了口气。 那要怎么解冻啊,需要多长的时间? 慕容老爷子看着女儿被冻住了,就很难受,恨不得立刻抱他离开这个该死的冰棺。 我要带娘亲回前进宫,或许,秦王府。 不能留在国师府吗? 你也可以留在国师府,你是我女儿,国师府以后就是你的家。 王后,爹爹会保护你们,不会再让你们受到任何委屈。 说着,他满眼期待地看着他。 楚清歌之前喊的爹爹呢,是因为想让他们开门放他们进去,不代表他可以毫无芥蒂地接受他。 现在这般看着自己,楚清歌一时间没办法拒绝,只好望着秦玄义。 那秦玄义能不能留下来? 当然可以,等会儿我会让人进宫,把孩子们一起接出来。 长空某光微微闪烁,冷漠无情的脸庞上,出现了一抹浅浅的笑意。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爱笑,是极为冷漠的人。 这一笑就是楚浩都惊了一下,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。 楚清歌抱着男人的胳膊。 你觉得呢? 他抿起嘴唇,温柔地笑了起来。 仿佛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变得如此美好和可爱。 秦玄义自然知道他的想法,他是想留下来,跟父母一起住,可又不好意思承认。 冰棺不好搬动,而且太显眼了,先住在国师府吧,我和孩子们都来陪你。 正好让孩子们见见外公、外婆。 嗯,那就听你的。 楚清歌的生父是长空国师,不可能吧。 听说慕容小五被冰棺封住了,秦王妃到了国师府,大家都听到他喊长空国师爹爹。 还有慕容小五的冰棺,是长空国师带回来的。 这足以说明长空和慕容小五关系匪浅。 长空国师和慕容小五有仇,据说长空最讨厌的女人就是她,楚清歌不可能是她的女儿。 不可能?王妃息怒! 滚!都给我滚出去! 王妃! 金萌萌! 楚若雪看着她,抱着大哭。 金萌萌是秦温馨从前的萌萌,被选中刚让她出嫁到了金王府。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 原本我才是楚家大小姐。 楚清歌抢走了我十六年的人生,我不过是小小教训了她一下,我有什么错? 爹爹为什么不要我这个女儿,骗她楚清歌啊? 她不在的时候,我们多幸福。 如果她死了,再也不回来,娘亲也不会死。 直到哭累了,才睡着了。 这个时候金王带着儿子来,儿子说要找娘亲。 王妃睡了? 回王爷,王妃刚睡下,因为想念夫人一直哭,这几天都没睡好。 嗯,你先下去吧,阿四,你母妃睡着了,你看看她就好,明天我们再来,好吗? 她耐心哄着儿子,目光看着睡得并不安稳的女神,暮色渐渐阴冷。 楚若雪平时有些小性子,可其他都还好,问题只要遇到楚清歌,她就整个人失控了。 父王,母妃好难过啊,你能不能答应阿四每天都来探望母妃啊,母妃只要见到父王,就很开心呢。 楚若雪唯一的优点,她就是给她生个可爱的儿子了,儿子聪明伶俐又乖巧懂事,小小年纪就知道为母妃着想。 今晚太晚了,父王带你回去睡。 阿四想和娘亲爹爹一起睡,可以吗? 好 第二天一大早,楚若雪醒来看到男人躺在自己身边,顿时以为做梦。 亲哥哥 别吵,阿四还在睡觉。 楚若雪不由鼻子异孙,如果不是儿子请求,她肯定不会跟自己同窗共枕了。 娘亲死后,她就变了一个人。 阿四想你,今天你带她吧,本王还有事要忙。 我太愁了,怕吓到她。 现在连跟她对事的底气都没有了,因为她变成了丑八怪,当年的事也被揭穿,她一定跟其他人一样讨厌自己。 本王等会儿要去国师府,会帮忙跟大嫂要膏药,到时候你脸上的伤疤就能痊愈。 看着本王。 她突然冷立的语气,吓得楚若雪身子不由一抖。 王爷,要做什么? 怎么不喊静哥哥了? 楚若雪心想,她都讨厌自己了,为什么要喊那静哥哥? 静哥哥。 但男人眼神很可怕,她害怕,以前她不会这么凶,更不会这么冷漠对自己。 难道以前她都是故意,对她温柔宠溺的吗?只是演戏? 哼,别说本王没有告诉你。 当年是你娘答应了本王,会扶持我夺位,本王才会对你忍让三分。本王知道你也瞧不上本王。 所以你根本不喜欢我? 本王心里只有皇位,本王娶你也是为了皇位。 现在你娘死了,你爹是不可能扶持本王。本王会帮你要到修复容貌的膏药,但你不能在心安理得地享受本王的宠爱。 还有静王妃,身为静王妃,你要开始学会帮本王。 从前都是你母亲在帮你做一些事,本王不会养一个废人。 你要是没能力帮助本王,那静王妃之位你就让出来,最好自请下堂让给高能之人。 那你想要我做什么?我会求爹爹扶持你,这样行吗? 你别老想着嫉妒楚荆歌,还是想想怎么提升自己。 那你不嫉妒秦玄义吗? 你别这么大声,阿四还在睡觉呢。 楚若雪以为套掐死自己,吓得惶恐大哭。 秦玄哥哥,你别杀我,我会听话呢。 先别哭,再哭,本王咬你。 秦玄境早就变一团火,最近他总是闹脾气,两人许久没有同房。 他天天带着儿子要忙朝廷上的事,一回来他就哭,哭得他心烦意乱,只能带着儿子去书房睡。 楚若雪吓得立刻闭上嘴巴,不敢再哭了。 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哭了,尤其在阿四面前。 还有,刚才说的,本王会帮你恢复容貌,但你得听本王的话,不许再胡闹。 包括对楚荆歌,你必须要隐忍,放弃过去所有的界定,不准再跟他作对。 你要我讨好他,我…… 你先想清楚,如今你是他的对手吗? 他一只手就能像捏死蚂蚁一样捏死你。 男人居然看扁他,楚若雪又气要怒。 以前他肯定会跟他吵,但现在不敢,他好凶。 你就是披着羊皮的狼,清仙静,你别恨我。 亏他这些年以为他喜欢自己,慢慢的他喜欢上他了。 本王就是这样的男人,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啊,你不喜欢但嫁给了本王,那就给本王老实点。 他真的是太愚蠢了,被算计了,还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吗?傻乎乎以为他是喜欢他才算计他。 秦玄静差点笑出眼泪,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女神? 你一点都不像你娘,你娘心狠手辣,你说你心狠手辣吧,可有什么也不会,只会被人当枪使,蠢得无可救药。 哥儿,我想过了,我用功力给你娘解毒,然后你再救醒他。 昨晚他们一家子搬进国师辅助,宾馆就放在隔壁的房里,在隔壁他们能感受到寒冷,所以穿的比较多,厂空却是依旧穿着单薄。 你觉得如何? 不用,我有办法去给娘亲解冻,这块冰冠不错,我不想弄坏。 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。 那你要怎么解冻? 这你就不用管了,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,我和秦玄一会想办法的。 主亲哥猛光微微躲闪,没打算告诉他空间的事。 秦王上朝去了,等会儿才能回来,那你先吃点东西。 这间屋子冷,以后我住在这里,给你们再换一个院子。 别冻坏了,冰冠的寒气十分重,寒气生身。 谢谢啊。 怎么不寒爹爹了? 是不是还怨恨我? 话落,慕容婉就跟慕容家的人来了,他进来便望着长空。 没有,只是不习惯,还有啊,娘亲还没醒来,万一我不是你女儿呢? 不会错的,你就是我女儿。 不知道是不是双胞胎,慕容家还有一个。 爹爹。 长空打量着他,不由醋眉。 嗯。 神色却是十分的淡漠,因为黎光没有说小五生的是双胞胎,而且他对她没有那种妇女血浓于水的感觉,不如跟楚清哥在一起的时候亲亲,对慕容婉,他完全无感。 他模样和戈尔相似,他农错,没有贸然否认。 姐姐,娘亲什么时候能醒来啊?还不知道。 慕容婉憋得看得浑身发毛,恨不得扭头离开。 不过他不能走,长空是他的父亲的话,那他的身份就水涨床高。 那我可以住在顾师府吗? 长空想说不要,这时候慕容老爷子道。 可以,你也是小五的女儿,等她醒来肯定想看到你们姐妹。 谢谢爷爷,谢谢爹爹。 还有一件事需要跟你商量。 什么事? 关于婉婉的轻视,她已经不小了,因为我们找到她的时候,她生活在一个穷苦人家,受了很多的委屈。 她和小哥同岁,已经二十多岁了,现在已经是大姑娘,需要给她选夫婿。 你可以自己选择。 还是弟弟给我做主。 那就先醒你娘亲再说。 你们先回去,小哥需要休息好,才能救小五。 慕容婉这在察觉到,长空对自己比较淡漠。 我想留下来照顾娘亲,帮姐姐的毛。 你帮不上毛,还是回去先解决你自己的终身大事为好。 救娘亲的事情就交给我。 慕容婉望了眼长空,她好不容易进来国师府,就不想轻易离开。 姐姐和爹爹是不是讨厌我? 她眼眶一红,水汪汪的眼眸仿佛下一秒就要掉下眼泪。 我知道,我没有姐姐这么优秀能干。 婉婉,你别难过,她不要你啊,爷爷要你这个孙女,你和小哥都是我们慕容家的孩子,跟长空没有任何关系。 长空脸色瞬间不好,目光锐利地盯着女神,她的女儿不会这样哭哭啼啼。 我没有听黎光说,小五生的是双胞胎,如果是双胞胎,她不可能只抱走小哥。 这么说,她早就怀疑自己是假冒的吗? 慕容婉不由紧张,惶恐不安,却极力地保持镇定。 如果爹爹怀疑我,那我走就是了,反正一开始,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慕容家的外孙,是爷爷非要说我事。 慕容老爷子觉得混乱了,他觉得慕容婉就是他外孙,不然没有可能这么像小五。 黎光那混蛋亲口说了,小五生的是一个女儿吗? 他没有亲口说,等九星小五,他应该就知道,再不然可以地鞋认亲嘛。 如果证明你是我女儿。 那爹爹为什么不怀疑姐姐?你对他怎么就这么亲近? 因为血浓于水,害偶个儿跟你不一样,他不会为了身份而巴结讨好,他到现在都不愿意恨我爹爹。 而他一来就恨得勤快,丝毫不觉得陌生,对他也没有怨气,感觉就像赶着做他的女孩,没有一点风骨。 最重要的是,长虹觉得他很假,像是那种为了荣华富贵,故意接近他的人。 现在本波师没有办法判断真假,不过,我相信,真的假不了,假得真不了。 如果我误会你了,会给你道歉。 好,既然你不喜欢,那我以后就不喊你爹爹了。 其实你们就是偏心,觉得姐姐优秀,格外偏爱她。 可你们不想想,他被抱尽了楚国公府,从小到大锦衣玉石,受最好的教养,而我呢? 你们知道我这二十多年来,过的是什么日子吗? 长虹脸色微变,就怕浓错,万一他也是自己的女孩,他过去的日子比楚经歌更苦。 你别,生气,一切,等小五醒来,再说好吗? 他尽量让自己,对他也跟对楚经歌一样温柔。 慕容娃心里松了口气。 那等娘亲醒来,就做个低血认亲吧。 楚经歌转身断了一碗水。 要低血认亲现在也可以,不需要等娘亲醒来,就用父亲的血。 嗯,格儿说的有道理。 长虹顿时赞同,率先在碗里滴入一滴血。 楚经歌笑看了眼目容碗,用银针戳破手指,往里面滴了一滴血,很快他和长虹的血是相容的。 尖撞长虹眸光露出激动,看着楚经歌,可以说是欣喜若狂。 格儿,你是我女儿,我们是亲生父女。 嗯,我,我有些怕疼,能不能记姐姐的银针一用? 当然可以啊,你过来我跟你戳。 楚经歌玩耳一笑,拿出银针,过来抓住她的手指戳了一下,挤出一滴血珠,滴进碗里。 很快她的血跟她们的血也相容了,慕容碗心里高兴极了,刚露出欢喜,很快就发现,她的血从两人的血里被解了出来。 你的血跟我们的不相容? 我,我也不知道,一开始不是我说我是慕容家的外孙女的。 爷爷,看来我真的不是慕容家的外孙女。 我只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孤女,这些日子,多谢您的照顾,我还是这就离开慕容家。 慕容老爷子看着低血认亲的碗,不相信也得相信呢,她不是小五的女儿,可她长得像小五啊。 要不我们用小五的血再试试,因为我不相信这世上会有这么相似的人,除非有血缘关系。 可以,因为的确是有些人的血跟父亲不相容,却和母亲相容的。 不过娘现在身体被冻住,血液都是凝固的,没办法取血。 要再次做低血认亲只能等娘亲醒来。 好,那就听小哥的。 因为做了低血认亲,可以证明她不是自己女儿,长空态度就变回了冷漠。 你们先回去吧,不要再来打扰哥儿。 不是她女儿就不能留在国师府,还有更不能以她女儿自居。 慕容婉面子僵住,看了脸楚经歌,便上线地跑了出去。 王婉! 慕容老爷子忙带着人追出去。 哥儿,你应该很清楚她不是我女儿。 嗯,你说的没有错,如果娘亲生的不是双胞胎,离光不可能只抱走我。 还有低血认亲已经证明了,她不是。 低血认亲不太靠谱,但经营检测可以显明她跟自己长空,都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 为了安抚老爷子和揭穿她的真面目,她像那样说的。 呃,爷爷,我怕没有机会再这么含你了。 马儿很高兴你能带我回慕容家,给我吃的,穿的,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。 婉婉,别说话,我带你回去找哥儿。 废物,派人追,给我哥儿杀勿论。 满身的怒意让几个安慰都心肝胆颤。 不敢耽搁,慌忙去追杀刺客。 慕容老爷子则带着慕容婉回国师府。 楚清歌和长空正坐下来吃饭。 国师,慕容老爷子在我们国师府门口遇刺了,慕容婉为了救她身负重伤,命在旦夕。 哥儿,快救救婉婉,她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。 这孩子很纯诚孝顺,就算不是你亲妹妹。 先放她下来。 慕容婉能挺身而出叫慕容老爷子,倒是让人意外。 箭头手指这么长,已经扎进了胸膛,说到了心脏,只怕会没有命。 怎么会遇刺?是什么刺客?胆子这么大,敢在国师府门口行刺? 是暗中放冷箭,那人并没有现身,并不知道是什么来历。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,对方是冲着慕容老爷子来的。 不排除是慕容家内斗,慕容家家也大,这种事情是常有的。 哼,不管什么原因,胆敢在本国师大门口行刺老爷子,那就是罪该万死。 给我查。 长空觉得此人是为了针对自己,要是慕容老爷子死在国师府门口,那小屋醒来肯定会讨厌他。 难道又是黎光? 他现在半死不活,没有这个力气折腾,给我查查,出号。 让你去查,本国师没有说是他,不排除这个可能,不然你说谁敢在这个时候跑来国师府门口刺杀老爷子。 王爷,我们成功了,不过现在婉婉小姐不知道会不会有性命之忧。 混账,谁让你们在国师府门口动手的? 是婉婉小姐的意思,他说只有这样他才能留在国师府,若能同时得到长空的喜欢,他就有把握,让长空国师也支持您。 秦玄华闭了闭眼,这在谎和脸色。 那他怎么样? 现在并不知道情况,当时根本没办法控制。 也罢,直至死地而后生,就看到自己的造化。 要是死了,就是他的命,就要是因此能让慕容老爷子和长空都认可的,那就要收获。 想要在低血认亲的情况下作假是不可能的,只要楚情歌在,那就没有办法谋混过关。 没有这么做,才能让他继续留在慕容家,得到老爷子的看重。 慕容家这么块肥肉,到时候才能落到他手里。 先派人去看看。 这个时候大派他一去不合适,会穿帮。 靖王爷,去了国师府。 老四? 他去国师府做什么? 秦玄华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 秦玄一下朝回来,到了门口便遇到靖王。 他那马车角落里停了许久,仿佛就是为了守住呆兔。 大哥。 见秦玄一回来,他便从马车里下来。 四弟,你不上朝跑到国师府来做什么? 今早父皇可是在找你。 等会我会找父皇请罪。 今早,我一直在国师府门口等着大哥,是有事找大哥帮忙。 不过,恰巧让我看到有趣的一幕。 大哥想知道是谁刺杀慕容老爷子吗? 秦玄一得知消息,才立刻赶回来的。 四弟告诉我,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? 我们是兄弟,大哥有难处啊,作为弟弟肯定会帮大哥的,谈什么好处啊? 大哥这么想我,弟弟我很伤心的。 那你说,他是谁? 是二哥。 慕容婉是他安排在慕容家的探子。 慕容婉身份刚被大嫂揭穿,他和长空滴血认清了,血不相容。 二哥什么做事手段,相信大哥心里很清楚。 他为了让慕容婉继续留在慕容家,就想到了这一招。 你有什么证据? 我有一事相求,希望大哥可以答应我。 你说? 让你说不说非要卖关子,秦玄一摆他眼。 我想让大哥劝说一下大嫂,若雪她已经知道错了,她现在容貌被毁,整天以泪洗面,我实在是不忍心。 所以,我想大哥跟大嫂说一声,帮若雪恢复容貌。 我保证,若雪不会再做任何对大嫂不利的事,她就是十分单纯的女人,从前做出那样的事都是受人蛊惑,其中罪魁祸首是苏家的女儿,大哥若不信可以查。 秦玄一早知道,但楚若雪也参与了,不能这样抹去她所有的过错。 你不用提的狡辩,错了就是错了,不要找借口,这是戈尔早就调制好的膏药,用两瓶就可以恢复如毛。 秦玄一让安慰把东西拿过来。 戈尔这么做,是看在楚国公的面子,不过你既然出面了,本王给你就是,既然认为我们是兄弟,那有话可以直说,没有必要绕弯子。 秦玄一把东西撒给他,便迈步进了过师傅,刘亲王在原地看着手里的东西,神色很复杂。 戈尔晚如何,不知道情况,等戈尔出来才知道,此刻没有抓住。 秦玄一起坐下来等神,戈尔老爷子心烦地没有说话,长空暮色瞬间变得冷沉。 没有抓住,对方还挺狡猾,让他跑了,像是虚谋已久,胆敢在国师府动手,可见胆大抱贴。 经常没有几个人敢这么做。 的确没有几个人敢,但没有想到是昭王。 秦玄一没有说,因为没有证据,说了出来,老二也不会承认。 你有消息,要是你知道是谁就赶紧说,敢伤害婉婉,我不会放过他。 只是听说,没有确凿的证据。 是谁? 母妃别哭了,父王回来看你了,你快看。 小包子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哭,都不知道怎么安慰,好在父亲及时回来。 阿四,你先去书房温习功课。 父王,你不要欺负母妃。 谁跟你说本王欺负你母妃了? 母妃哭了一早上,说浑身都疼,难道不是父王打母妃了吗? 秦玄净脸色一黑,忙把儿子撒给安慰,让人抱走。 母妃! 听到孩子的叫声,储若雪冒出脑袋。 秦玄净,你是畜生,把儿子还给我。 看看你有什么出息,居然找这么小的儿子告状,本王瞧不起你。 你放开我! 男人却不打算放过他,很快就栖身而上。 秦玄净气死了,没有经过她这样的母亲,什么事都敢跟儿子说。 以后本王不会让你再接近阿四。 凭什么?你凭什么阻止我见儿子? 你说呢? 不要! 秦哥哥,我身体还好疼。 倩的身子发抖,秦玄净便没有兴致,很快起身穿戴好衣服,将东西扔给他。 高药本王给你拿回来了,用完两盒就可以恢复如初。 记住,从今天开始,你要听本王的话,要是你敢不听,自作主张,那本王会让你变回大花脸。 储若雪盯着被扔在被子上的两个高药,眼睛瞪大,满是震惊,没有想到他居然能把高药弄到手。 要知道处金哥根本不可能给他。 你…… 他想问清楚他怎么得来的,男人却扔下一句话便离开。 哥儿,婉婉怎么样啊? 已经脱离危险了,不过现在昏迷不行,需要观察,看明天的情况。 那我让人来接他吧。 慕容老爷子与其冷漠,没有像刚才抱着慕容婉进来时那样激动,说着他就转身离开,都没有进屋看慕容婉一样。 怎么回事,祖父怎么突然变了一个态度? 嗯,说起来都是机缘巧合。 秦选一拉搭坐下来,将事情跟他说了一遍,虽说没有证据,可以将知道是昭王府,锁定了目标,国师府和慕容家出手一查,很快就查出来了。 加上亲王送了一封密函,上面不是什么证据供词,只是写了封家什么时候找来这样一个女神。 而这个女人并不是别人,是封家二房被养装子上的一个女孩,她自小被家族遗弃,养在乡下装子里,没有人认识。 后来封家二老爷亲自把人接回来,暗中经过一番调教后,安排他和慕容老爷子相遇。 那他的脸是怎么回事啊?怎么会和我如此相似呢? 那就不得而知了。 京王调查的结果也就这些,因为明正暗斗多年,京王在九居京城,他密切关注了昭王当身,这才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 可能是换脸术吧,有这样的一群人,他们会根据画像的脸,将顾住的脸变成画中人一样,能够做得毫无破绽。 楚经哥脑子灵光一闪。 我知道了,换脸手术。 没有想到在这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,也有这样厉害的手术。 你也会吗? 会啊,不知道是什么人,父亲可知道。 为什么喊我父亲?喊褚号,却是爹爹。 父亲肯定没有爹爹这么亲切的,他才是他的亲生父亲呢。 因为有两个爹爹啊,总要区分开来的。 楚国公做我爹爹比较久,我都喊习惯了。 他又不是你的亲生父亲,你可以不喊他爹爹。 喊他干爹,哥儿是我养大的孩子,那就是我女儿。 这时楚昊迈不进来,听到这话立刻反驳。 见长空不悦,他就高兴。 你也不想想当初你是怎么诋毁哥儿的,说他是秦王的克星、敏捷, 在陛下面前挑唆,想利用陛下杀了哥儿。 天底下,有你这种父亲吗? 此时长空最不愿意提及,他蜜色瞬间变得阴沉,目光冰冷地盯着楚昊。 你给我闭嘴,这是恼羞成怒了。 那时候,我并不知道你是我女儿,如果早知道,我不会这么做。 不管因为什么理由,哥儿在国公府长大,你也久去京城,时常能看到哥儿。 可你没有看出他是你女儿,你就不配做的爹爹。 哥儿是本国公从小太到大,宠到大的,他喊我爹爹,是发自内心的。 长空暗暗咬牙,眼底的杀意都快噎出来了。 你宠爱哥儿,要是你真的宠爱他,在真假千金的事发后,哥儿就不会受了这么多的折磨和痛苦。 为了你,亲生女儿,你委屈哥儿,这种事你没做,那是秦文心做的。 他是属黎光之事,黎光这么做,还不是因为你。 说到底,慕容小五为什么会躺在冰棺里,也是因为他。 长空语色,一时间无法反驳。 我…… 好了,你们都不要再争了,先就请娘亲再说。 娘亲选择嫁给谁,那我就喊谁爹爹。 文言长空和楚后都不由紧张起来。 长空担心的是,慕容小五本来不喜欢他,有可能就不愿意嫁给自己。 而楚后则担心,小五因为自己是二婚嫌弃他。 楚清歌没管他们怎么想,起身进屋里准备带娘亲进空间治疗。 慕容碗被送到了庄子里,为何? 听完安慰的禀告,秦玄华心里越发不安。 慕容碗救了老爷子,难道不应该更受重视吗? 会不会是怕慕容老夫人伤心就没有送回慕容家? 现在慕容小五,慕容家也没有让老夫人去国师府见她,怕老夫人看到女儿而伤心难过。 那知道老四跟秦王说了什么吗? 慕容好像是找秦王要膏药。 想到楚若雪容貌被毁,需要楚清歌调制的膏药才能恢复容貌。 莫非他是入序太深了? 要说慕容对楚若雪有感情,那不可能吧。 他娶楚若雪就是为了过功夫的势力,这么多年捧着她,是因为秦文勋许了她好处,不然楚若雪那种蠢女人谁会喜欢呢? 这是什么地方? 你是谁? 这里是慕容家的一处庄子,姑娘挺身而出救了家主,家主说以后你就在这里休养。 我? 慕容婉不敢相信,她豁出性命救了慕容老爷子,居然把她扔在庄子里。 不可能。 她胸口还很疼,一动扯到伤口,让那疼得额头冒出冷汗。 你到底是谁? 如果爷爷知道你这么对我,肯定不会放过你。 这座庄子等于冷院,一般被送到这里的人,都是犯了错的慕容家女眷,被送到这里就不可能再回到本家。 而你现在也不是慕容家二小姐了,奉劝你还是老实点。 慕容婉眼睛瞪大,不知道怎么回事,她明明做得天衣无缝,难道被发现了吗? 她脸色变得惨白,顿时不知所措。 我要见爷爷。 家主不可能见你,说让你在这里好好反省,什么时候想通了再来见她。 慕容婉面如死灰,明白慕容老爷子肯定是知道真相了,不然她不可能对自己如此冷漠很绝。 欠了不说话,麻婆婆端了一碗药。 喝了吧。 她以为是毒药,不由惶恐害怕。 我,我不喝。 不喝你的伤口没办法好,到时候死了,我只会把你埋在后山。 麻婆面无表情,尚且捏住她嘴巴,猛灌了进去。 王爷,慕容家的那个庄子,我们不知道在哪儿。 汉卫跟着慕容家的人却跟丢了,并急忙回来禀告。 秦宣华觉得不妙,便立刻起身来到封家。 什么?我女儿不见了? 封家二老爷顿时气急败坏,他这个女儿并不是气子,相反是他十分喜欢的女儿。 虽说是外侍女,可却是他最爱的女人生的。 别急,能送进慕容家的庄子里,说明他没事。 出金戈的医术你可以放心,在没有查清楚慕容婉的身份之前,他不会见死不救。 现在问题在于,婉婉救了慕容老爷子,却被送走。 可见他们已经知道,婉婉救他是阴谋。 现在扣押婉婉,是想逼他们现身,主动说出真相。 我们不能承认。 主动承认就是自投罗王,父皇知道他就完蛋了,所以他想找到慕容婉暗中杀了他的,只是没有想到慕容家如此狡猾。 不行,我要请婉婉回来,这么做太危险了。 二舅舅不能这么做,如果我们去了慕容家,那就正中慕容老爷子的吓怀。 父皇知道此事,赵王府、风家都会受牵连的。 不过是个外侍女,她隐瞒风二夫人这么久,就是不想让众人知道。 一个见不得光的人,那死了也无所谓啊。 本王希望二舅舅以大居为重,你也不是只有婉婉一个孩子,还有其他表姐妹、表哥、表弟呢? 现在风二夫人不知道慕容婉的真实身份,只当是风家一个远房亲戚的孩子。 慕容婉换脸后,风家除了他们三个人,就没有人知道她的身份。 风二脸色苍白难看,望着风丞相。 大哥,十一至子只能这样。 风丞相是断不可能为了个外侍女,让风家陷入危险。 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,为什么慕容家这么快就知道了? 是老四啊,我可能小瞧他了,什么贪图美色,他就是在演戏。 他送去的两个探子,他根本没有碰,找人替的,把他耍得团团转。 本王不会饶了他。 进王府。 王爷,赵王去了风家,随后怒气冲冲地回来。 秦玄靖进宫见皇帝老爹后,回来一脸难看,听到安慰的禀告,顿时露出愉悦的笑容。 这么说,慕容婉被扣押,现在他们打算救人还是弃人? 应该是弃。 本王猜也是,不过只怕慕容家没那么好对付,人在他们手里,有的是罚在让他开口说出真相。 到时候慕容家带着人进宫找父皇,他一样死定了。 他心情不错,打算去看看楚若雪那个蠢女神。 又怎么了? 本王不是说过你最好听话吗? 恭喜王爷了,你后院两个美妾,刚诊出有两个月的身孕。 王爷可真是为我,一个人,能让两个女人同时怀孕啊。 楚若雪越说越气,几乎是咬牙气垂地说完,他居然一次睡了两个女人,过后还敢跑来碰他。 楚若雪瞬间只觉得恶心,他眼神愤怒而通红,没有敢跟他吵。 秦璇竟愣了一下,扭头看脸安卫,安卫神色不自在,他哪能知道让人怀孕了。 王爷早知道对方是尖细,又不想打草惊蛇,才让安卫提的洞房花烛。 也不是他一个人,其他兄弟们偶尔也会去。 王爷说了,这两个女人省给他们玩乐,晚上都要求关灯,黑灯下火。 对方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王爷。 行了,多大点事,哭,你就知道哭,有完没完,不过是两个小妾,就算怀孕了,生下来的孩子也不可能威胁你的地位,还有嫡数有别,明天本王会奏请父皇,册封阿四为世子。 楚若雪一愣,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。 想到儿子能做世子,那地位肯定稳固,他也顾不得两个小妾怀孕的事,忙起身过来讨好男人。 王爷应该早跟我说。 那你不生气了? 生气的,不过只要王爷给我一些体面,不让我太难看,真切可以做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道士长见了呢,秦玄境眼眸微眯,却不由推开他。 该有的体面本王会给你,不过,你拿什么报答本王? 楚若雪脸色变得惨白,明白他帮自己恢复容貌也是有条件的,夫妻这么多年,了解他的手段。 我,我会回国公府让弟弟扶持你。 可你并没有这样的本事。 我,我有两个哥哥,他们对我都极好,现在在军营也有兵权,我回家找我哥哥。 还有,你要想办法和楚金哥修复好关系。 你是谁? 您想好好休息,放心,您的孩子平安无事。 慕容小五发现,他们眉眼是那样的温柔亲切,全身的戒备感慢慢放松。 谢谢啊。 这是什么地方? 我在哪里啊? 她的记忆只停留在二十多年前,对现在的一切都是陌生的。 是在医馆,你先休息一会儿,想来就能见到家人。 我,她最想知道的还是女儿在哪里,不过她现在感觉好疲惫,浑身没有力气,说话都没有力气了,然后渐渐昏迷了过去。 这么说,渐渐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吗? 嗯,不过还需要留在空间里观察一下,我们先吃东西,等会儿去看看娘亲,她醒来了我们就可以出去。 外面长空、楚浩、慕容家的一众人都在等候,门口有秦王府的安慰秦义冷月等人守着,他们就是着急的恨不得冲进去都没有办法。 冷月往门口一坐,那绝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她的对手,除了长空出手,但这个时候长空显然不会对冷月出手。 都过去一天了,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? 冷月眉眼冷漠并不回答她,秦姨忙过来安抚众人。 诸位不要着急,王妃交代过,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进去打扰,还有,医治过程是比较复杂,保守是一天,一般是三天左右。 诸位耐心等待一下,现在天色不早了,不如先回去吃饭。 没有胃口,我不饿,你们回去吃吧,我在这里守着。 我们也没胃口,不过老爷子,您还是要吃些,我让人把饭菜安排过来,大家一起。 不然要是小五醒来,你却饿晕了,就会错过见她的机会。 慕容大老爷说的对,我让人去安排吧。 王爷是慕容家的外孙女婿了,也是国师府的女婿,这件事情自然得王爷来安排。 不过秦轩义现在不在,那作为下属,这些事儿不需要交代,都要去想到,并安排好。 时间到了,看样子娘亲已经脱离危险了。 你们是…… 望着跟自己长得相似的女人,慕容小五错愕了,这世上怎么会有跟自己长得这么相似的人? 娘亲,我是哥儿,你的女儿。 你……你……怎么可能呢?我刚生了宝宝呀。 说来话长,你现在刚醒来需要休息,先吃点东西,然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好吗? 我就是你生的那个宝宝。娘亲,你可还记得爹爹是谁? 秦轩义已将出去告诉大家,并安排吃的东西进来。 房门打开,成功等人立刻站起来。 秦王,哥儿呢?还有,小五他醒了吗? 岳母已经偏安无事,醒过来了。 不过现在身体还虚弱,需要静养,先吃点东西再说。 不要着急,哥儿在跟他聊天,因为他没有这二十多年来的记忆。 不仅如此,模样也是十八岁少女的模样。 现在一轻人进去,他们有一点心理准备,怕是要被吓到。 太好了,小五没事。 晴云,赶紧回去告诉你娘,让她不用担心。 小五没事了,过几天我们就接她回家。 我们她最想见谁,我们可以一个个轮流进去。 不过,果实不用抱她的希望,月母最想见的应该不是你。 屋里,慕容小五听完女儿说的一切,整个人愣住了。 我的确是被黎光抓走了。 我并不是不想回家,都怪该死的黎光。 我当时难产,生下宝宝后就大出血,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,就昏迷过去,之后的事便不记得了。 现在没事了,那娘亲记得你生了几个孩子吗? 慕容小五望着她,满眼欢喜。 没有想到睡一觉醒来,女儿都这么大了,她还十八岁,而且做了外婆,心里真的是无比激动。 就你一个宝宝呀,你叫哥儿,名字是浩哥哥取的吗? 嗯,因为我被调包,驴光故意把我安排在国公府,是国公爹爹将我抚养长大。 娘亲,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吗? 现在,我在那个冰块头的府里吗? 冰块头? 楚情歌眉梢挑了挑。 我们在长空的国师府? 哼,哥儿,你没有必要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,记住你是我们慕容家的宝贝就好了。 到时候,我的爹爹、哥哥们一定会狠疼你的,你不需要爹爹,这时秦玄义进来。 玉某,您先吃点东西吧。 嗯,哥儿,你夫君真好看,听说你是白宁的儿子。 是,白宁是我母亲。 小五看着年轻轻,觉得他彬彬有礼,温润如玉,又英俊帅气,重点对他女儿温柔宠爱。 嗯,真好。 外面有好心人想见你,有慕容家的人,楚国公,还有长空国师等。 不知道,岳母最想见的是谁,我安排他们,一个一个见来见你。 爹爹吧。 秦玄义表示好,便出去交代。 岳母说,最想见的人是老爷子。 那我先进去了,你们都在外面等。 最好别等了,小五现在等于是在坐月子,不能被打扰,需要好好休息,你们都先回去吧。 既然说坐月子就不能吹风,听太医说过,坐月子起码要半年。 放你狗屁,别以为我不知道,坐月子最多四十五天。 不过没关系,我们不会让小五吹风,明天我就带他回慕容府。 说完他冷横一声进屋,楚国公站在一旁忍不住嘲笑他。 半年,本国公看你根本不懂照顾女人,以后少接近一下。